贺君祥这件事 其实我是觉得现代 真的是需要证据来说话啦 去年开始的MeToo的一些进度 最惨的应该是NoNo吧 就怀疑你要秤啊 你要用知名度 你诬陷他什么什么 然后是我有问题 太可怜啦 请大家真的先不要检讨 受害者先请听 陛君祥心骚意欲要看证据说话 贺君祥小美 他已婚嘛 然后我觉得他形象也不错 而且最近 不够善良的我们 就是很受欢迎 诶 怎么突然他也卷入了性骚 依然和君祥之前被控法安心自主 还遭警方搜索住处和查扣收集 而陶婧莹也在广播节目中 谈论这次的性骚风波 事件本来 媒体是写说 好像是跟酒店小姐有关 但后来又有新的进展 说是跟何关 狗仔葛思琦就出来爆料嘛 他就说那当天的情况是 本来有人要请他吃生日饭 那他都没时间 隔了很久 就去 那个店 嗯 然后他就喝喝醉啦 他去到那里的时候 那个何关就有听 听人家讲说 哦 贺君祥来了 嗯 那他就想去认识他 据葛思琦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何关跟贺君祥 他接触的时间不超过三五分钟 应该不会发生什么 那个营业场所一定有件事去啊 如果有什么 找就影片就是铁键啦 以贺君祥这件事 其实我是觉得现代真的是需要证据来说话啦 如果只是影射什么的话 可能就不是很负责任 所以 嗯 我们就静待咯 检方的调查 既然讲到这个性骚扰的事件 我们也跟大家讲去年开始的 MeToo的一些进度 最惨的应该是NoNo吧 他涉及的有 三次强制性交 两次强制性交未遂 两次强制猥亵罪 嗯 那所以就是请法院从重量刑 所以为什么MeToo哦 也不能说鼓励啦 受害者你还是想一想啊 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汇聚成一个大的力量 你比如说 NoNo不认一个不认两个 那现在二十个三十个出来了 难道这二三十个都是想要出名吗 人家都有同样的经验的时候 我觉得检察官他还是会看 怎么样认定的啦 昨天我们刚好在开枫桃秀的会 我说那这边有没有被那个性骚扰过的 我们现场一二三四五六个人 全部举手耶 就是你从小到大 都有啊男女都有 不管是制作人啊 或是编剧或是导演什么就说 第一步都先愣住了 不管男生女生 他是有摸我吗 你就愣住了 你知道吗 再来这个人 如果是你平常尊重的人 他这样揉一下你肩膀 或是假装说 我跟大家都这样打招呼 把你整个人压入他身体 贴你的胸部的时候 你就想说 他好像跟大家都是这样称兄道弟 那我要怀疑他吗 我出来怀疑他 他德高望重 被怀疑的是我呢 就怀疑你要秤啊 你要弄知名度 你诬陷他什么什么 然后是我有问题啊 太可怜啦 那请大家真的先不要检讨 受害者先请听 他会让我看你 没关系 着急 感谢观看